大家好,我是小凯 今天这节课我来给大家讲一下 怎么去绘制以极坐标为坐标轴系的一个图形 什么是极坐标呢 极坐标的话,我们可以看这个图形 极坐标的话,它不是说像有X和Y垂直的一个坐标 而是它两个维度呢,一个是角度 一个是角度,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半径 另外一个是它的半径,以角度和半径形成的一个坐标体系叫做极坐标 然后比如说在这个里面,我的这个第一个点 它的第一个点它的角度是0 我们看到这里是0度,是0 然后它的半径长度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1 好,然后第二个点 第二个点它的角度是90度 然后它的半径呢是2 这是第二个点 然后第三个点呢,它的长度是3 然后它的角度是180度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极坐标 然后今天呢,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如何去画这种极坐标的图形 我们就先把这个图形给实现一遍 首先我们先观察一下 这个地方总共有几个点 1,2,3,4,5 总共有五个点 然后每个点呢,它的半径长度呢 意思是1,2,3,4,5 所以说我们首先要先生成一个1到5的一个半径长度 好,这个是1到5的半径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要生成角度 我们观察一下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呢,依次就是0 也就是,然后第二个呢,是90度 90度呢,其实也就是二分之一π 因为一个π就是180度 就是90度是二分之一π 然后180度就是一个π 然后270度 就是四分之三π 然后到最后又是0 好,所以说这个地方 我们角度就是 第一个就是0 第一个是0 也就是0 当然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写成是 两倍π的整数倍也是可以的 然后第二个呢,是二分之一π 二分之一π 也就是π除以2 然后第三个呢,是π 那就是np.π 第四个呢,是四分之三π 三 三 乘以 np.π除以4 这个是二分之三π 然后第三个呢,是0 当然你也可以写成π的整 两倍π的整数倍 比如说我这里可以写成 两倍的π 好,这个首先我们它的坐标就已经生成了 然后现在我们要画这个图形 先生成一个图 然后生成的这个图呢 在这个地方有个地方需要注意的就是 在这个地方我要写 projection 等于polar 这个projection就是投影的意思 投影的意思也就是说把它投影成为极坐标 这个polar呢就是极坐标的意思 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定义为极坐标起 然后再就是plot θr 红色 宽度调宽一点 然后把网格也加上 好,这个就我们就完成了 我们现在运行一下 好,这个就是我们运行出来的效果 跟这是一样的 好,我们现在再来拓展一下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想换个图形 我们想画一个四边形 画一个正方形 画一个正方形 就是这种这种数字的正方形 怎么办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啊 首先呢 它的长度呢 都是五 长度都是一样 都是五 所以说应该是先生成一个 五个点的 五个点的一个都是五的一个半径的数组 好,我们先生成这个数组 然后它的角度其实是不变的 角度其实是不变的 然后我们再运行一下 好,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之前说的一个正方形的效果 那我们现在如果说想生成一个六边形 想生成一个六边形 怎么办 哦,不对 我们现在生成一个八边形 八边形 八边形的话呢 其实就是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就需要分的更细 分的更细 然后呢,总共有九个数据点 九个数据点 为什么有九个数据点呢 因为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重合的两个点 相当于这个地方有两个点 所以说的话是有九个数据点 那首先我们先要生成一个九个数据点 然后每个数据点长为五 好,然后我们要把二派平均分成八份 分成八份 好,那我们在这里呢 先定一个二派 二派等于 好,然后我们再把它平均分为八份 然后第一份呢就是零 然后第二份呢就是八分之一 也就是太二除以八 然后一次 然后第二个是八分之二 二乘以 好,然后第三个呢是三乘以 第四个呢是四乘以 第五个是五 第五个是五 第五个是七 第五个是八 好了,我们现在运行一下 好,这个就是一个八边形 这就是一个八边形 好,在这里呢 我们就学会了如何画一个简单的极坐标图 然后今天的作业呢 就是需要大家用极坐标绘制一个闭环的图形 什么叫闭环的图形呢 就是像这个图它就不是闭环的 因为它这边有开口 像我们刚才画的一个四边形 它就是一个闭环的 然后八边形它也是一个闭环的 就今天大家要绘制一个闭环的图形 用极坐标 好,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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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